由于现在手机通讯软体相当便利 所以手写的祝福是变得越来越少 因此宜兰邮局从今天开始在各支局 发送了2015年的Q版邮政宝宝的明信片 男女一组总共有1500套 要透过文字传达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将要跨年心中有什么思念的人 还是想到哪位好朋友 想给对方新年祝福 用通讯软体虽然方便 但既张明信片 请邮差把祝福寄到家 字字句句都更有温度了 寄给以前大学的朋友 对 因为毕业后就很少联络 现在都用LINE 所以难得有这个明信片 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可以亲手写卡片给他们 你觉得现在这种通讯软体 就是比较有温度 通讯软体是没有温度 可能会一读不回 那这个是可以直接收到他的手上 所以意义特别深刻 一红一蓝的Q版邮政宝宝新年明信片 是依然邮局在跨年前推出的贺年明信片 总共3000张要给乡亲免费索取 当场写马上寄出 在跨年前收到让人倍感贴心 邮局在今年首创 制作了Q版的邮政宝宝明信片 那免费送给我们的用游顾客 男女各运的1500套 那这个就是要贴近我们的民众 让大家有感受到邮局有在做 类似这种回馈的动作 Q版邮政宝宝明信片 从今天开始在各支局都能索取得到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而邮局随着节日到来 都会印制应景的明信片赠送给大家 有习惯收藏的民众可要立即行动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 2015新年快乐